全服排名暂时第一 全服排名暂时第一 18段无级别永度磨损 700多伤的无级别 史无前例的全服第一号 为拿成就合出20级宝石 网友直呼 太变态 这可能是梦幻西游最贵的成就 也是梦幻西游完成难度最高的成就 绝对没有之一 因为刷这一个成就 你可能要消耗 多少个化成号 一个号里的一个成就 能买好多五开的号 那顶号里我这属于最流畅的了 啥意思 成就13000的号就可以这么任性的 你是喜欢他的永不磨损 还是喜欢他的无级别 159级带无级别刷任务 来看一下梦幻西游成就榜 排行第一名 为了一点成就 到底可以消耗多大的代价 五点成就 本服排名暂时第一 全服排名暂时第一 后面追的也还挺紧 加上159 他本来刷成就就是天然的劣势 他没有什么化成一到九的成就 没有那些技能180的成就 然后有一些成就的话是175级专属的 他暂时达不到 不过159级这已经太极限了 他什么时候成就不够的时候可能就要升级了 看看刷任务的王寨的装备 我靠 18段无级别永不磨损 有没有15段的极限灵力高 15乘以个6 90减去329 出零239减19 我怎么灵力算出258了呢 18 18乘以 18乘以个6 减去329 出零221减19 240出零 但是多了三段宝石 也就是 确实比25215段的永不磨损 灵力要高一点 为了几点灵力 给项链干到18 再买一个无级别 合不合理 240出零的无级别永不磨损 18段 我靠 这个衣服刚才看起来挺牛逼的 现在看怎么这么普通啊 鞋子永不磨损最假13段 敏捷一般 防御也一般 可能是喜欢破甲 腰带的话是光辉愤怒加精致 相当于一个小160愤怒光辉 这身装备 这身装备 不合理 罗汉加精致 灵式的话是三法商 灵式的话是四法商 这个是尔氏报12 下排报10 报22 后排的灵式起段 还有个11段 搭配极其的不合理 红孩儿165级 甚至没升到满级 夫奇虚民家 凤 心火相传 12级能耐攻高连 能看出来不打PK 存任务 但是打PK 这身装备也不太支持 虽然强 但是性价比太低 永不磨损加减益 永不磨损加减益 这个是353 这个是348 要不要来本临终鸟 你有现成的临终鸟 你这还挺会购买的 还有个罗汉布膜 破甲布膜 还有两个孩子 看看孩子是不是绝版 孩子1750以上算是比较精神 以及绝版的 1070够用 下一个 第一个一般 第二个777 加413 加78 加350 孩子1623 还有个蓝书 也一般 找找那个东西 这超级简易 这超级简易 主要是为了超级简易 而超级简易 神兜兜 倒是不够荒昆鹏 刚才谁说 有苍然怒鸡了 他也有 150的武器干嘛 刷成用 150的武器干嘛 还有点了很多专用 看看仓库都有啥 效率仓刀 专用也出了好多 垃圾 继续刷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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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160蓝字成用 刷一样的加成 自由利用 17仓库 等会儿再问解锁 这是啥玩意儿 年充宝宝的小雕刻 月亮是16 13 15 15 15 13 新闻17 9 79 我靠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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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时间2024年8月3号 坐标 北京玉区紫禁城 在一个159级 带18段的无级别 永不摸损的 项链的号里 第22仓库 发现了梦幻西游 前五古人 后面也许有来者的 第一个20段光芒石 这个20段的光芒石 打在腰带和衣服上 可以增加40点气血 加上强壮和神速的话 可以达到100点血 为了这100点血 你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可能以前是怕碎 还是算错了 可能是需要的保持量太大 所以说还溢出了几个 13段和11段 舍利子16 16 16 15 15 应该能再合一个17 18 我靠 700多伤的无级别 700多伤的无级别 763的无级别 这存伤的多少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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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存伤940了 好像体膜双加 太阳石还有18段 只要有需要的话 这把是不是当年627伤害体膜双加68 那把无级别双圈 哪是雪无鉴定的那把 是雪无上号展示给我打电话 我说是假的吧 我说无级别怎么能伤害627 无级别双加怎么能68 你要是双加个4050 还挺常见 他这个双加都属于一数很多了 伤害是拉满的 天选法系第一武器 没的更 无关风月 这应该是 兄弟们 有没有人能看懂 这些衣服是干嘛的 这个衣服啊 一般人真的看不懂 兄弟们 这些衣服是通过跨服费 在藏宝阁买的 拥有15段光芒石的 然后给光芒石升级成精致碎石锤的 为了快速的能喝出20段的光芒石 就在那一天 紫禁城也有一个20段的宝石 同一天产生了两个20段 这个衣服就可以理解为加速器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用啥语言来形容了 看一下精致碎石锤的费用 精致碎石锤 精致碎石锤升级到15段 一个需要消耗8.5亿 8.5亿 你们去15段光芒石棒 所有藏宝阁多少钱 8.5亿UCB 按照紫禁城的比例应该是1600吧 大概是5300 那咱们算优惠价五千 五千拆下来的光芒能卖多少 然后跨库费 估计一个还得800 衣服本身还得值点钱 买这种零次十八代九二的衣服 拆完光芒石都不知道卖啥 精致1313 用4个13和15 这波 商人没赚到 玩家赚头的也不多 手续费赚的太多了 好了 这个就是主要是一个成就玩家的一个新度立场 然后 在这个成就里记录了这个号的不容易 这个希望 梦幻对成就玩家有一点奖励 因为以前的4500的成就能兑换一些锦衣和祥瑞 后来6000以上就没啥再大作用 现在这些所有成就排行榜的玩家 基本上都是为爱发电 有PT玩家 有任务玩家 有花瓶玩家 有成就玩家 就是梦幻西游的好玩 就是因为它多样性 每类玩家都能在这个游戏里找到快乐 然后看以后能不能出点跟成就挂钩的 高成就 比如说第一 就有一个现实的奖励的祥瑞 对不对 起一起 20段黑宝石 昨天咱们算了一下 大概是 需要两个19 然后一个18 不对 两个18 一个17 但是 可能永远不穿的锦衣先都染个色 他第一排放的全是黑 然后是白 然后是常规 然后是稀有 然后是不稀有 只要你有 我靠 这个号卖的时候得亏多少钱 哈哈 再看祥瑞 祥瑞直接拉到底 596只祥瑞 如果在有四只战火穷奇的话 应该能凑600 这个号就也不用研究价格不价格的了 所有的颜色祥瑞全都买一个 什么水母奶酪 我们再看看司法特效 花这么多钱 为啥玩个女号啊 对不对 为啥整女号啊 这司法特效也是满的 啊 比亦飞 驴 驴 驴 腾龙盛世 我都没见过啊 驴月龙门 四海归渊 大展宏图 星河照影 虎去玉镇 他烈火麒麟 他耀艳麒麟 他比亦飞啊 在家半步生长 我去 好像没有牛市冲天 没有牛市冲天 哈哈哈哈 一个班级101个人 你请全班吃饭 就没有交那一个人 你拥有了一切 但是却没有牛市冲天啊 牛市冲天的欠缺 在此是拉满了啊 牛市冲天是一个 一个小横键 从底到顶 就像一个大帮敌啊 贴在自己的内裤上的感觉啊 没有牛市冲天吧 哇 牛市冲天司法特效地板砖啊 从此 定在历史的屈辱柱上了啊 再给大家还原一下 19段宝石冲20段宝石的那个啊 时刻 现在核20段宝石虽然暴力了 也多花钱了 但是没有以前那种盲目的感觉 因为在几率没有公开之前 没有人知道核19冲20的成功几率是45% 差一个牛市冲天啊 109 159级或者全梦幻的最拉满的一个空号 上次最接近的这个号的话是那个69 那个69级全满的也有很多的司法特效 也买了所有的锦衣祥瑞啊 17仓库的解锁我问一下 啊 比赛开始了 晚点看比赛 直接能看到结果 不雪赚吗 17仓库 我估计可能是特殊授授 啊 看方便不方便展示吧 成就里看看有没有无级别 啊 2021年完成的 一样的加成 我靠 一样的加成四个里刷出了仨 兄弟们还想想想那些难度的成就 365天做师门 365天师门 365天压标 20152016就完成了 还有一个细节 普通人根本就不会想到的 就是称谓特效 但是我分不清称谓特效 哪个是厉害的 哪个是不厉害的 啊 他称谓特效 为啥都是小时代啊 啊 还有官职刷门刷到最顶级 啊 称谓特效在这选 就放肆一搏 OK 兄弟们 称谓特效 有进步的空间啊 还有一个就是昆蓬霸主 啊 没有昆蓬霸主 有魔皇寨霸主 普多山霸主 石多岭霸主 领取五行神兽 超级昆蓬已经降临的话 会有一个专属啊